雄性在自然界中普遍比雄性漂亮 为啥人类女性却比男性漂亮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在自然界中很多雄性动物要比雌性更加漂亮 比如说孔雀只有雄性拥有一尾漂亮的尾羽 而且只有它们会开屏 再比如雄性鸳鸯外表看上去也要更加华丽 更能吸人眼球 很多不了解鸳鸯的都会将二者性别认错 其实自然界大部分生物中雄性比雌性漂亮 实际上是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 达尔文在性选择中说过 同一性别的个体会为了争夺交配繁殖机会会互相竞争 而在繁殖这方面 因为优先择偶权大多掌握在雌性手中 雄性动物为了使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下去 所以它们比雌性动物漂亮 其实也是一种朝着雌性喜欢的样子进化的一种行为 主要是想要获得雌性喜欢 从而增加自己的繁殖机会和优势 不过人类却刚好相反 人类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漂亮 这是为什么呢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的话 人类男女之间的相貌 不存在谁比谁漂亮这一说法 五官和身材虽然有差别 但是都相差不大 而且美和丑都是个人主观的一种感受 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都是不同的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因为前面说的优先择偶权 毕竟除了早期出现过早期的母系社会 后面基本上都是父系社会 男性社会地位高 这就意味着 他们拥有优先择偶权 旧社会女性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会通过打扮自己 获取更优质男性的青睐 是一种迎合男性审美的行为 而到了现代社会 男女平等 女性不需要再依附男性 活得漂亮 是为了自己 女性位月己者容 转为女位月己容 看上去比男性更加漂亮 主要原因是女性天生就爱美 相比于男性对美丽的追求更加热烈 她们不仅能够发现美 还能够创造美 在现在花钱变美的消费市场上 女性的消费额度要远远超过男性 女性热衷于在服装 美发和各种化妆品上花钱 为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美 甚至很多人不惜为了变美 还会进行削骨 风胸抽脂等一系列整容手术 不得不承认 在爱美这件事上 人类男性实在是比不上女性 值得一说的是 美是多样性的 现在很多女性都有容貌焦虑 不少女性为了追求美 已经到了风魔的地步 把病态的美追求到了极致 严重地甚至为此失去性命 2021年 有一美妆博主 在微博上分享人体改造机会 这个计划让人看了目瞪口呆 里面一部分居然是切除下体一部分 而这么伤害自己身体的手术 博主却扬言能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 这样的行为 不禁让人想到了 非洲一项残忍的传统习俗 割离 几乎所有的非洲少女 在结婚以前都要被举行割离 她们在花的年纪 被割除一部分下体 为的是确保女孩在结婚前 为丈夫保持忠贞 由于割离都是私下进行 手术环境不卫生 很多非洲少女都因为感染 死在了割离的那一年 这样残忍封建的手术 摇身一变 竟然成为了变美手术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女孩为了美丽 同样无所不用其极 有女孩子追求变瘦 跑去医美医院 要求医生为她进行切胃手术 但是这些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 真的能让人变美吗 我们可以追求美丽 爱美是人的天性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以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 追求畸形的美 这是病态的 健康美才是真的美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建立自信 善于发现自己的美丽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